咱俩在一起一年多了 我觉得你的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你永远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一点也不在乎我的感受 你真的很任性 我已经很忙了 你为什么还是要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添乱呢 你都这么大人了 还跟你爸爸的小伙味一样 什么都得和爸爸汇报 咱俩的感情里总感觉有他在插手 真的让我很累 我也不知道还能和你坚持多久了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小猪26岁来自天津互联网 小张22岁来自天津学生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哈 是朋友介绍的对吧 对 然后在一起一年多了 对 当时谁追的谁啊 我追的他 追了多久啊 追了有半年多吧 我追了半年多 哎呀这个男生还挺难追的 怎么忍心让一个姑娘追了你半年多呢 她没毕业 我还在工作 本身工作特别忙 时间就比较少 哦 所以拖的比较长 喜欢吗 挺喜欢的 今天来干嘛呀 就是他在恋爱里面一点都不重视我 我觉得在他眼里 他的工作和朋友比我要重要的多 这个不重视是从哪些方面体现出来的呢 就是白天在外面的时候吧 他就经常挂我电话 嗯 给出的理由就永远都是 啊我在忙工作 我在忙工作 可是我有特别着急的事情联系他的时候就也联系不上 嗯 那你工作和生活你不能分的那么开吧 就只要一工作 什么事情都联系不上他 这个我真的接受不了 我都说了我工作特别忙 有事情呢 你就给我留言 我在下班的时候或者不忙的时候 看见了第一时间就会回复你 来你在互联网是做什么的呀 忙成的呀 忙 事情忙啊 这我不懂 他们要编程是很忙的 看在什么地方 不一样 看做什么 行那你做什么呀 公司接的一些业务什么都有 不是你是前端还是后端 我啥都做 啊你是外国公司是吧 对 啊那那他们是挺忙的 忙啊 那你们俩出去逛街什么的时候 他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没有 他逛街的时候也一点都不在乎我的感受 人家自己大不留心的往前走 不认识我俩的 还以为我俩一点关系都没有呢 为什么人家别的情侣都能拉着手甜甜蜜蜜的呀 问你呢 我工作特别忙 有时候我下班那时候都半夜了 非常晚 大早上他就告诉我出去逛街 逛街本身我就没休息好 我就头昏脑胀的 我连自己我都管不清楚 你还让我管他 不是呢 你可以并排走拉拉手啊 这也没什么呀 头昏脑胀的那种情况就是自己都管不明白 少来不你找借口 他有一次坐地铁 那就一个座了 他框一屁股就往那一坐 然后还说什么 那个座两边都是男生 一个女生坐着不方便 那我觉得吧 男生他没必要跟女生上坐 而且本身一光街我就特别累 累完我就想先坐那 他总是有他自己的理由 然后吧 说话还特别不算数 嗯 有一次我们俩的恋爱纪念日 我就提前和他说了 然后他说好 我有时间可以去 但是到了那天 又说临时有事 又把我放鸽子了 然后我一气之下 我就把手机关机了 我去我闺蜜家了 然后等他回到家 就没有发现 我手机关机了 电话也不给我打一个 消息也不给我发一个 那本身我那个外包公司 本身我都累得不行了 我自己都管不了 我哪有时间管你啊 是吧 我们外包公司 经常临时有事 他一忙就特别晚 忙完了 我啥也不知道 我就回家就睡着了 对 我听你说了嘛 所以你不应该谈恋爱吗 他脾气好吗 脾气特别爆 跟人家打游戏 打输了 手机一扔 就开始发脾气 然后有时候 就会加人家好友 跟人家对骂 打游戏就是放松的时候 那我一放松 本身就是 好不容易休息一次 打游戏 我这心情正好呢 他把我心情破坏了 那我就跟他骂起来了嘛 那你因为一个 小小的游戏而已 你至于那么较真吗 再说了 你不只是跟他们这样 你跟我也这样呀 有一次我们俩打游戏 然后玩吃鸡 他没打死人 我就那么说了一嘴 我说人就在那儿呢 你都没给打死 他扔下手机就冲我吼 我枪法不好 他们枪法好 你去跟他们组队一起吧 别和我玩了 然后就退出游戏了 我们谈恋爱呢 你还埋怨我 说我游戏玩得不好 说人家玩得好 那种情况 我当时就上来生气了 吼了 后来我再说跟你打游戏 我说 哎呀咱们来一块玩游戏吧 你就阴阳怪气的跟我 哎呀我太菜了 我不配跟你打游戏 然后就不止游戏这一件事 嗯 还有一回吧 他在家工作 我就觉得他很辛苦 然后呢 我就给他倒了一杯咖啡 就是我没拿好 我就给他撒了 然后他也不关心我 他没烫到手呀 伤到哪里了 然后就开始冲我吼 就说你这么件 小事都做不好啊 那你干什么用的呀 就因为这一件小事 跟我吵了整整一个小时 我每次工作呢 都是那个头脑高度紧绷 就绷着一根弦 那那个时候 他递了杯咖啡 他正好就撒 撒完了 我那根弦断了 我的工作 我就忘了进行到哪了 我又从头开始工作 加了我好几个小时工作量 当时就发火了 那你也不至于发一个小时啊 有那个小时 不就也提前完了吗 脾气比较暴高 哎 我发现你特别那个啊 就是你就无所谓是吧 其实对这个女孩 有她和没她无所谓对吧 你给我的感觉就无所谓 大爷工作忙 大爷脾气暴 是这意思吗 可能就从小就这样吧 性格就这样呢 这太太不尊重人家姑娘了呀 你是谈恋爱吗 就这你还跟他谈的 他是我的初恋吗 管他傻脸 人家不尊重 你就应该走啊 他对所有人都这么暴躁吗 没有 他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 一型发小 他就经常跟人家打游戏 拍语音 然后就你浓我浓的 我就感觉我才是一个局外人 你应该跟谁 你浓我浓的 你心里没点数吗 那都说了是发小 那从小一起长到大 这么多年了 那有点默契 很正常 打游戏本来就有说有笑的东西 他不能让我不说话吧 那为啥跟他打没说没笑呢 跟他打游戏 他嫌我菜呀 哦 对方嫌你强害是吧 对 我们有默契配合的好啊 那不光这一件打游戏的事啊 而且还有别的 就是咱们三个出去吃饭的时候 你就只知道他喜欢吃什么 给他点他喜欢吃的菜 然后呢 你都不知道我喜欢吃什么菜 你就最后给我菜单 让我自己点 那我要你还干嘛用啊 我们这么多年朋友 我了解他喜好很正常 那我们那时候吃饭刚认识 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我让你点 你点完了 我才能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我才能记住对吧 咱们两个出去约会的时候 他给你打电话 说他分手了 然后你们就在旁边聊了整整一个小时 就把我晾在一边 他分手了就一定要你来安慰他吗 你不能告诉他 咱们俩在约会吗 分手毕竟是一件大事 我们那么长时间的朋友了 从小一起长到大 那他电话给我打回来 我也不能说把他挂了推了呀 对 分手是大事 所以你跟他出去通宵喝酒是吧 还不告诉我 我还是从你们朋友嘴里面得知的 本身我就是个怕麻烦的人 那告诉了你以后 知道了他很麻烦 那就闹起来更麻烦 所以就没告诉你吗 我特好奇啊 你说你这发小要分手也挺会挑日子的 平常都那么忙 到他分手那天就不忙了 事就赶到那了 巧了 然后这个平常那个加班 早上起来陪女朋友逛街都脱昏眼花的 这陪发小一喝喝一宿酒没事 分手嘛 人生大事 他都找到我了 我也没办法 你也太上大事了 你快了 你觉得跟我解释麻烦 那你跟一个异性出去喝酒 我能不瞎想吗 然后我就特别生气 我就说你当着我的面把它删了 你倒好你是删了 然后我第二天看你手机 你就给它夹回去了 我们两个这么多年朋友 他不光是我们两个 还有我们两个的家庭 他彼此之间他都非常的熟 他不能说删就删 那当时那种情况在你面前 我总得照顾你点情绪 反正发小已经分手了 你们俩好多好 他是我兄弟 不可能 男女之间还有兄弟啊 那纯友宜肯定是有 二十多年一起长到大 那既然要发生早发生了 没发生就证明 谁知道有没有发生呢 你这太欺负人了 就是你可以不喜欢这姑娘 没关系 你不能不尊重人家 你们好歹还在交往 这姑娘有什么让你 特别讨厌的地儿吗 你这么对她 她吧就特别霸宝 就每次跟她出去约会 她必须得跟她爸汇报 得她爸同意了才能出去 谁家儿女出去不告诉父母一声啊 让父母别担心啊 我这不是孝顺的表现吗 那俩人逛着逛着街 那手机拿出来 就这视频就来回左右拍 拍我拍他 然后当着大街面 就跟那跟他爸撒娇 那我在旁边可不自在了 那一个女婿半个儿 我爸喜欢你 我爸想看你 你给他看看怎么了 他看你 他能看见你块肉啊 就那种情况下 就大街上人来人往 那么多人 他拿出手机就视频 那画面你就别说 我在旁边 我就是一边我想想 那浑身我都起鸡皮疙瘩的画面 懂了 反正女孩做什么 你都看着不顺眼 行 他爹参与到你们的情感当中了 按你的说法 是吧 对 我们稍微一吵架 有点不对 他就打电话给他爸 然后他爸打电话 就打给我 就是各种讯我 说我不是 说我什么都不好 这是那的 那你如果 我打电话给你 发消息给你 你给我接的话 那我还至于让我爸 去跟你沟通交流吗 那你既然不接 电话不回消息 那我就觉得 这件事情告诉我爸 然后我爸来解决更好呀 关键是他爸还没事 就是找我 直接出去唠唠 唠完了 就是又说 多多包容他姑娘 对他姑娘好点 整得我一天可害怕了 那你如果真的对我好了 他能这么不放心的 三天两头 要你出去谈谈吗 你爸还经常约谈呢 嗯 谈啥 就是说你不要 老不回消息呀 然后包容一些 他的小脾气呀 我的妈呀 谈的是够累 去吗 妈你 他爸说话 必须得去吧 爹涉入的够深呢 还行吧 那父亲 都是为自己的儿女好啊 他还三天两头 让我去他家吃饭 这还没结婚呢 这结婚还不让我住他家呀 我特别恐惧我 哦 理解 那咱们谈恋爱的时候 最后不都得见家长吗 再说我爸喜欢你呀 就想让你上家里来吃饭呀 哪次你上家里来 不是好酒好菜的给你 再说了 那家里的菜不宜外面 你经常点的外卖 有营养啊 那你父亲就是每天 给你规定 晚上十点必须回家 然后基本上每天 都是你爸去接你 你都二十二了 你像个小孩似的 哎 我很奇怪 为什么不是你送 反而是他爸接呢 他不让送了 他爸必须得接回去 那我一个小姑娘 我不晚上十点前回去 我干嘛呀 那我爸不放心我吗 他闲着也没事 不就来接我吗 再说我爸接 我不省得你 把我送回家了吗 那主持人你去看 他说话永远都这样 三句 我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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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光听着烦 哪怕呀 这是男生 现在找到了一个 女生的问题 是吧 除了这个问题 还有什么 让你觉得 不开心 不顺眼 这姑娘 不合适的 就这种事 还是跟他爸 有那么一点关系 他爸让他二战考研 在我的眼里 他每天复习 就不到一个小时 我感觉他那种状态 就是逃避面临社会 逃避面临现实 那我爸说的就对呀 考研确实能够增加 有一个人的竞争能力呀 再说我今年没考上研 那我再努力一年 不就能考上了吗 再说谁说 我没努力呀 你就永远在否定我的努力 永远在否定我的付出 那考驾驶证 这件事简单吗 也是考了两年了 你还是没过 你也知道 我考驾驶证考两年 你知道我考两年 你也没陪我背背提 没陪我练练车呀 那考驾驶证 我也考过 它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它两个人去 它也没有多大的作用 那你自己一个人去 努努力 它就考下来了呀 你没看到我努力吗 你对你们俩之间的关系 到底怎么想啊 就是我觉得 我们俩之间 通过刚才那样事 它永远都觉得 它做了什么 它努力了什么 其实感觉它 什么都没做 就像个小孩一样 永远长不大的状态 我看不着我们两个未来 那你就跟它分手呗 那不觉着 也没什么太大的事 在我眼里 这些都不算 什么太大的事 你看它烦吗 说实话 有一点 烦它吧 主要是 那没办法 你要娶了它 它爹你也得见啊 那见是见 那也不能 一直在嘴里吧 行 接受和它分手吗 有点不接受 所以现在 其实这个感情 你心里很清楚 你们到了哪一步了 对吧 对 人家想走吧 我说的对吗 它可能吧 现在就是你想 强留嘛 你跟你爸商量过吗 什么时候嫁给他呀 我爸就觉得 我们俩挺合适的 然后呢 和他说了 这个结婚的事吧 他也没有 太大的想法 然后这件事情 就不了了之了 那你觉得你们到了 能结婚那个程度了吗 我爸之前说 对他挺满意的 但是他现在 不太远你 而且我们之间 也出了一点小问题 所以我觉得 可能还 不是那么的到时机吧 如果他今天跟你说分手 你怎么办 我觉得 看看我爸怎么说 他天哪 不是 得嘞 这个情绪上面 确实有大的这个波动啊 我现在可以 倒回头去想 为什么男生在前面 表现的那么冷漠 甚至有点无赖 可是你还是可以说呀 你不喜欢 你告诉他呀 你别拖着呀 耽误两个人的时间 我这种性格吧 有点直 做我们这行呢 都有一点概念 别拿那个说事 是不是还是不爱他了 我觉得我们的问题 不算太大问题 能试试 就尽量就试试 试啥呀 毕竟他现在 所以你中文人 是最糟人恨的呀 人恨得牙根发痒啊 来吧老师们 看看应该怎么帮助他们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女生真的没有看到 你们这一段 恋情的危机 和 即将到来的分手吗 你刚才说 男生虚情假意 其实 他是原形毕露 男生的所作所为 所有的举动 我想没有一个 做 女朋友的女生 是能够忍受的 一个男人 怎么可以 如此的践踏 自己女友的尊严 而且 你总是以工作忙 其实都是借口 他肆无忌惮的 就要在你的面前 表现出 他对你的 无所谓 不尊重 他等待的 就是你 开口 和他分手 他自己难以启齿 男生我说的 是不是真实 做男人 我们坦诚一点 不喜欢 就是不喜欢 不合适 就是不合适 有什么不可以说的 当然 不说 有你的狡猾 但也有 你的善良 你怕 你说了以后 伤了这个女孩的心 当然 从 爸宝女的角度来说 我们理解 你的苦 和女生谈个恋爱 背后 实时有他爸爸的影子 父母 对我们的爱 百分之一百 但毕竟我们长大了 父母不可能 管我们一辈子 陪我们一辈子 所以你们的恋情 没得说 我认为分手 对你们两个人 都是一种解脱 它会促使你成长 也会促使他 以后更加珍惜 到来的情感 所以今天 大家坦诚的面对 该分 就分了吧 俗话说 男追女啊 隔坐山 很难追的 女追男的 隔蹭沙 你再告诉我 追了多久 半年 追了半年 才追到 本来就一层杀的事 就注定了 就不会太好 所以今天 你们俩的结果 是在预想之中的 第一啊 巧扭的瓜 它不甜 男方为啥半年 一直没有答应你呀 那很显然嘛 你在他眼睛里面 不是那么的匹配 所以最后 就是勉强答应了吗 当然了 这个勉强答应 就培养出了 他的优越感 也就不把你当回事了 我相信你皮再暴躁 你也不能对谁都暴躁 所以你的暴躁 他就是不喜欢 女方也说是你啊 22岁了 我爸我爸 听爸爸的 那你现在这个情况 你还跟着他 还得听他的 怎么迅速都不走 我倒觉得你其实 在做两个男人的副手品 没有自己的思想 其实我也在想 爸爸为什么 知道女儿 得到这样的 遭遇的时候 还依然支持你呢 我在想有几种可能吧 第一 你任性 爸爸估计也反对过 一看拗不过你 就尽量的撮合 那么第二 可能也是在 这过程当中 看看能不能通过 对你的掌控 来去掌控他 显然他掌控不了 所以别拿爸爸 当后台了 不管用的 恋爱这件事情 自己去谈 过日子不是你爸爸 跟他过呀 是你跟他过 所以我也相信 如果南方 你碰到一个 你喜欢的 人家对你 带大家不理 那你一定换的换事 一定会想方式 讨好人家 一定不会这么发脾气 所以说 差不多 该说结束就结束了 别骗对方 也别再骗自己 这对谁都没有好处 而且这一年的 这种优越感 其实对你未来 都没什么好处 你可能习惯了 怎么训斥都不走 化成别的女人呢 以后你一旦形成了 你和别的女人 这样一个相处模式 你的婚姻注定要失败 所以 咱炫耀乐 趁早结束这段 不适合的感情 你也赶紧长大 别把自尊都弄没了 女孩我想问一下 你们家经济条件很好吗 还好 一般 比他们家好很多吗 有一点 那好 我就告诉你 你永远没有办法得到 你想要的男人的心 因为你不独立 你依赖你的父亲 我先说第一点 你说 我爸爸说 我应该考研 没问题 你做到了吗 你花了半年时间 来谈恋爱 来追他 你没有花半年时间 去认真备研啊 所以你没考上 你在考研这件事情上面 你没有认真 没有努力 你不为自己负责任 第二个 关于学车 你学好了吗 他陪不陪你 你想学车 都是你的事情 你的借口倒挺好的 因为他不陪我 所以我没有考过 跟他没关系 第三个 关于谈恋爱 你会谈恋爱吗 我不管是否是初恋 你有尊重过自己 有尊重过你男朋友吗 你没有 你跟他感情出了问题 你叫你爸来 跟你在那教育他 你没谈好恋爱 让我去说 我能把他说动啊 我跟他非亲非故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我的资格都没有 他只是一个 现在跟我女儿 谈恋爱 谈得不好的人 我凭什么找他谈话 我找他谈话 让他对我女儿好 我不是老脸丢尽的吗 所以作为女儿 你不够格 作为女朋友 你不够格 作为对自己 要不要负责任的成年人 你依然不负责任 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 退回去 别谈恋爱 先把你的言 好好地考过 我再说一个特别 我不想说 但是我必须要说的话 你一定是知道 自己的外貌 不是那么好 但我也同心想告诉给你 谈恋爱上面 跟外负责任的负责任 跟外责任 跟家庭的财产没有关系 真的谈恋爱是靠这颗心 能不能真正地关心别人 我见过烧伤毁容 依然得到幸福婚姻的女人 我同样见过美貌如花 婚姻不幸福 所以我说了 外责跟爱情没关系 但是跟一个女人的自信有关系 你一点都不自信 一点都不独立 所以你不配拥有你想要的爱情 不像对男士来讲也是一样的 不爱就不爱啊 你尊重他吗 你尊重你自己选择的人吗 我不管他追你半年 还是追你十年 答应是你自己答应的 这叫你自己的承诺 我答应了一个女人的追求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你做了你人生的一个选择 你尊重你的选择了吗 你依然没有尊重啊 我选择了一个女人 我就对他要五喝六的 我就骂他 我就说他 有意义吗 我干嘛要去折磨我自己 同时折磨他呢 所以二位啊 你们都不尊重对方 同时也不尊重自己 这个爱情 没有任何意思 如果你们对爱情 还有一点敬畏的话 尊重自己真正的选择 其实我和外包公司 合作还蛮多的 外包公司它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企业文化 而且我合作那几家都很像 叫忙碌的躺平 什么意思呢 就是外包公司里面去看好了 首先第一个都很忙 但是呢 他们自己都知道 接的都是垃圾活 自己干的也都是垃圾活 但是忙就非常忙 就周转周转周转 就一起在做项目 做项目 然后呢 你会发现 公司里面大部分的人 他心里面都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我知道反正我就这技术 我也进不了大厂 对不对 反正我就干呗 你要我有多进步 再怎么学习 哎呀 反正反正就那样了 心里面是有抱怨的 但是呢 你要说 我努力学习再进步 又有点懒 这个时间你可玩游戏 是吧 忙碌的躺平 你说你忙碌 完全相信你 但是在忙碌的过程中 你面对感情也好 面对工作也好 你完全是个躺平的孩子 至于你 只为老师说的太精准了 我跟你讲 掌上明珠四个字 我觉得是骂人 我真心觉得是骂人 不就把你当个穷吗 只不过这个穷 我不允许别人碰的 你说你爹是不是很神奇 没有教你正确的审美观 没有教你正确的价值观 没有教你正确的爱情观 天天给你接送 管什么呀 他其他的什么事情 怎么挑人 怎么选人 什么人是好的 世界上好男人应该怎么样的 一个积极向上的 男人应该怎么样的 所有的对于雄性生活的审美 都没教你 就管着接送 这是爱恨吗 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像你们这样的爱情过来 我觉得你们学不到什么 关于爱情的东西 我们一定要让你带走一点东西 是什么 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 我们必须要有关于生活的能量 生命的力量 你们今年才那么一点点岁数 难道你就不能再上一步了吗 不能再学一点更多东西吗 对于你来说 就没有一点点志气 是可以脱离父亲的吗 没有生活的力量 谈什么恋爱 太懒了 就碰到两个懒蛋你知道吗 这个也懒 这个也懒 没有一个人想改变 你知道最可气的在哪吗 你太不尊重人了 我就希望男生能坦诚一些 我就希望女生能有点自尊 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 我觉得你还是挺老实的 挺朴实的 但是你基于我的关心也是有一点 但是不是我想要的那种关心 然后你对我脾气太暴躁了 也不够重视我 我就希望你和你的那个发小巴 还是保持距离 不要总是拿兄弟的理由去敷衍我 觉得吧 现在的你很多事情都天真的思想 我觉得未来的你呢 接触这个社会一定会变得更好 但是我们现在的关系 我觉得还是要再考虑考虑 那你喜不喜欢他吧 我太喜欢他 不喜欢他 刚才为什么不说呢 谢谢两位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周库视频 搜索节目的完整内容 预测一下吧 这一段恋情的分手 对男生来说是一种解脱 对女生来说是一种成长 女出男不出 女生可能还要挣扎一下 所以说女出男不出 女生没有征求爸爸的意见 所以两个都不出 说不出吧 好 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如果通过这个节目 你们可以成长的话 我想对你们来说 这场恋爱也是有价值的 感谢观众朋友